各位观众 东方神秘力量 我才是真正可以控制天气的男人 好啦不要闹了 今天我们来到永安赛车上 主要我们要试的就是我身后这台 全新大改款KTM RC39 在海外发表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还蛮两级的 因为大家知道过去 它是比较窄瘦的设定 然后前面是两个鱼眼头灯 这一次换到这一代之后 它整个头变得比较宽 变得比较霸气 我觉得它瞄准的则是这种 日系的轻量级的跑车的感觉 让它的车头看起来更加的霸气 那么再往下看 它的头灯的部分 这个就是他们Duke上面的 那个爪子造型的LED头灯 它直接把它沿用到今天的RC上面 而且除此之外 你看它的方向灯 直接融合在这个车头的两侧 让它整个车头 并不会有比如说方向灯 一些奇奇怪的配件 整个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俐落 所以如果你今天这后照镜不装的话 基本上它整个车头 就是一个完全像是比赛壳一样的感觉 好 中带的部分 我觉得这个就承袭了 过去RC390给人的感觉 它的层次做的非常的丰富 而且你看 虽然它的头做的很宽大 但是来到侧面 它却用了很多镂空的元素 去装到它的轻盈感 但我觉得比较可惜 可能也是因为法规的关系 你看它这边 做出了一点微微的凸起 好像有一点小倒流 但是又不能太突出 但我觉得如果它 这边可以直接做一个小尾翼 我应该会卖得非常好 好 再来我们往车側看的部分 这一次它的油箱也加大 所以在肉眼上面看 你就可以感受到 它整个油箱的丰富度 整个油箱的肌肉感变得更加的膨胀 而且你注意到 它这边整个大腿夹持的部分 变得非常的平整 包括是你的胯下属膝部的部分 也做得非常高 这就跟我们很多改装车比赛车都是采用一样的设计 中间车架的部分 它其实就跟上一代也一样 呈现出它们肌肉线条的部分 同时也露出这个车架的钢骨 而且你注意到它的主车台跟副车台 这是改用锁的方式 所以你是可以直接把副车台给拆掉的设计 我想这设计在未来如果你摔车 不幸上到副车台 你还可以单独拆装副车台 其实他们这次有强调 他们在这个新的一代上面 他们也优化了他们的组装 让过去比如说要5个锁点 它就直接减少到3个锁点 不论让它在赛场上 也或者是平常你保养维修的时候 都会更加的方便 但是我看到一点 我觉得比较有点可惜 你看它中间这块烤漆 非常的粗面 而且它的粗面是有点不平的 这让我想起 这个我们之前看到很多 比如说东南亚比较低价车款 也或是中国的车上 会有这种烤漆比较不平的质感呈现 这台车的配色就是Moto GP标准的配色 其实那时候跑Moto GP 成绩越跑越好的时候 我就想说KTM既然跑这么好 它竟然不多出几台跑车 真的让人觉得很可惜 现在终于它把Moto GP的东西 带到了商业上面 确实这个颜色配起来真的非常的好看 这有点像是蓝色参了一点点绿色 而且是荧光再配上他们当家的橘色 另外我个人也非常喜欢的 就是它这一次的排气管 你看这个排气管是不是也很像改装 因为上一代其实你有印象 它是比较偏长 然后比较偏扁的设计 但是它这一次 如果你不看中间的便当盒 它后面就是一个非常短的泡管 好像就是它给你原装就已经是改好 但其实它整个消音跟抑制震动的设计 其实都直接在中间的部分把它处理掉 而且藏在避震器的下方 过去最丑的其实就是尾段 为了台湾法规 你必须要烧一个往下垂的那种洋尾管 洋尾管 对但是这一次你注意到 它后面就完全好像仿造的 那种Moto GP厂车一样 直接用一个网炸来做一个出口的试板 所以即使你从车子后面看过去 你都觉得这排气管 好像是改装版本的排气管一样 来到车尾的部分 这就是我觉得这一次RC改比较多的地方 因为过去RC它一直强调 它的椅垫是采用一个液体式的椅垫 就是在你不改的任何的情况下 你远看你会觉得它好像是一个胶壳 液体成型的胶壳 但事实上其实它是软质的胶料 但是他们这一次直接换上一个 有点像是麂皮粗面的一个设置 而且这粗面上面还印了一个RC字样 而且真的它的防滑系数蛮高的 摸起来是很粗很粗糙的 然后它是采用一个分离式的一垫 就像我们看到很多日系的 可能600级或1000级的那种设定一样 它有一个很明显的断差 这次也蛮特殊的 你看它直接体恤后佐 做了一个牛角造型的扶手 乘坐这台车有一个扶手抓是蛮方便的 但是坦白说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希望不要有这个扶手 让它车尾看起来更加干净利落一点 从车尾看过去也跟Duke家族 完全采用一样的设计 这个整个车尾灯就是两排 中间有一个定位灯导来呈现 我从这边看过去 我还是觉得扶手真的有点太多余了 应该可以透过几颗螺丝 就可以快速的把它拆下来 这个我想身为KTM 这么热鞋的品牌 它应该会有这样的考量 试跨一下它 它的座高则是824mm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180公分高的身 前一半是贴在地上 然后脚后跟微微的浮起 它的坐姿就跟过去 我觉得上一代非常的雷同 它是采用一个分离靶的设计 而且它的原厂的坐姿就设得非常热鞋 这个等级的仿晒 如果你跟R3比 你跟忍者400比 都没办法比 因为今天的RC才是最热鞋的骑程姿势 而且他们这次官方有提到 不论是调低或调高 它都会有大概10mm 一公分左右的空间让你调 所以如果你在一般道路上 你想要做的比较挺的话 其实它就可以微调挺一点 然后你想要再更热鞋往前趴的话 它也可以透过这边的微调 让你再往前趴一些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贴心 仪表的部分 它也采用KTN DUKE 390那一块 大面积的液晶仪表 那这颗液晶仪表 从过去到现在 其实我觉得它整体的亮度 辨识度的表现都非常的优异 来到这一代 我觉得就还是非常非常的成熟 我们今天再到赛道上试 我觉得即使大太阳底下 你都可以很清楚看到它转速 时速上面的变化 再来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就是它这次的加持感觉 它的油箱设的更高更宽的设计 让你在膝盖的部分是非常平整好加持 中间隆起的这个位置 其实这一块就是我忍者是白 我非常想改 因为我忍者是白 把我的椅垫垫高了 那以一位垫高的关系 所以它的油箱本来其实就有点斜 椅垫在垫高之后 我会觉得我中间胯下 是没有办法好好固定身体 而且在测跨的时候 你会觉得中间如果没有这个面 中间如果是平的话 你会觉得膝盖没办法靠 但是你看今天的RC390 它就完全帮你设想好了 直接给你一个正面好加持 侧面捏好固定身体 固定大腿的位置 再配上我觉得它这一次的椅垫 抓屁股的感觉非常好 然后整体的软度又设定的蛮好 让超驾这台车 骑起来更加的舒服 然后更加的热血 有的车 比如说像小阿鲁 它的上半身很怕 但是它的腿是这样 腿是这样 你会觉得很怪 那今天我觉得KTN 它就抓的非常刚刚好 你看我的膝盖 刚好在油香甜的位置 我的脚踮一点的话 也是成为刚刚好这种接近跑车的旗帜 再加上它这个改版之后的头罩 整个人躲进旁那里面的感觉 所以它在整个界面 跟整个骑程感觉的姿势配置 智能都非常像是一个竞技车的设定 再来这颗全踩易经济表很简单 它右上角是一个档位显示 然后中间则是一个时速表的显示 非常大 转速则是采用一个环形的显示 你可以看到它红线转速设定在1万转左右 因为它这一次在同级车之中 它还特别搭载了弯道ABS 所以在这么小的排量上面 带着前刹车冲入弯中 你就不会担心说前轮容易滑掉的情况发生 等于在安全性上面多了一分保障 另外在ABS部分 它还多了一个Supermoto的模式 其实早期我是KTM的1290 它那时候就有Supermoto 因为他们家大部分都会在电控部分 多一个比如说TCS也会有个Supermoto 就是滑胎模式 让你的后轮可以微微的打滑 当然到小排量上面 它没有这么精细的调整 但是它在ABS还特别给你一个 是可以允许打滑的ABS 把它侦测的区间调的比较酥 多了一些容许打滑的空间 再来我觉得它就跟过去Duke的整个系统一样 它是采用电传的油门 所以你只要选购它的原厂精疲套件 你就可以拥有进退挡块盘 是一个单缸 然后最大马力的来到44p左右 最大扭力大概是37nm左右 虽然它的整体动力都差不多 但是它这一次进气的部分 做了很多的优化 它的空力箱比起上一代 进气量增加了40% 而且他们有提到 他们将SENSOR装到这个空力箱里面 透过这SENSOR侦测数据进到ECU 出来给车辆的动力 整体的设定值会更加的轻损 通常我们在这个等级里面 不管是R3 Lender 400 你很难拥有一个倒立式前叉 后面中置避震器 但是是全可调的 这一次就直接给你一个前面43线 倒立式前叉然后压侧深侧的阻尼 都可以调整 后面的部分 它也是一个WP中置的避震器 而且它不论是预载还是阻尼 它都有5段的可以调整 但是它阻尼是单向回弹的部分 而且后面的避震器 行程也来到150mm 让你在后面的作动 有更多的吸震空间 它也比起上一代减重了不少 车架的部分总共减了1.5公斤 而且大家知道皇下1公斤 皇上吉祥 皇上10公斤 这次它前后框利用一些偷青 还有这次全新设计的5爪 成功让它在轮框部分轻了3.4公斤 而且它们还透过自动系统的减轻 前后加起来总共减轻了将近1公斤之多 综合以上它就让这台车 在赛道激烈抄架底下 它的惯性更小 抄架起来更加的轻烈 好最后呢 究竟它在这个有点湿滑的雨天 来到永安赛事长 骑起来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好我先跟大家讲 因为真的今天很湿滑 然后今天总共摔了3台 你就知道 因为永安这边其实它薄油比较细 所以再加上加了水 这次他们官方为了要让我们体验到原汁原味的操架感受 所以他们也没有把胎压降成赛道胎压 综合以上就造就今天在赛道上面 真的 你知道过弯之后我真的试到TCS系统 好我先讲讲 第一直觉的感受 我觉得它整体的骑程感觉 真的是我非常喜欢的骑程感受 过去像我是忍者400车主 我自己也拥有R3 你要整个车骑起来很热血的话 你可能要改一个高一点椅垫 低一点手把高一点的脚踏 这些设定值 你才会觉得它比较适合热血 但是今天RC给你的这个几何 让你下场就直接可以PK的感觉 而且我个人真的再次强调的是 我非常喜欢它这个油箱设计 除了看起来跟RC16非常像之外 真的非常好加持 它的整体引擎的回馈 上一代其实已经比起前一代的RC 进步非常多 因为我记得第一代的时候 我就带它去过大鹏湾 那时候我很明显的感觉到 那个单纲你知道 一回油之后那个顿挫感 只要拉到断油的时候 那个拉扯感非常的明显 整个车坦白说 运作起来就是非常像是早期的KTM一样 很粗犷很暴力 但是经过上一代的进化 让它整体的作动变得更加顺畅之后 来到这一代我跟你说 这个应该是我骑过 这么暴力的单纲里面 它整体修线修的最漂亮 即使我今天在这边拉大直到 拉到二挡断油 它的断油的感觉 都是接的非常顺 不会让你觉得有那种突然 不给你有那种拉扯感的感觉 过去因为它是单纲的关系 会突然动力给你 然后也或者是突然关掉的感觉 那个顿挫感让你在弯中 稳定性变差的感觉 来到这一代不见了 所以即使我在弯中 多开了一点油 它给你的动力 都是顺顺畅畅的给你 然后带着你出弯 即使你不小心把油门关掉 它也不会有突兀的介入感 会让你觉得车头沉下来 总体而言 这一代的RC390真的非常的乖 非常顺畅好奇 或许你们会觉得好像这个车变得美丽了 没有个性了 但是你就错了 因为它这一次在偷新的部分 还有它这整个WP悬吊的整体设定值 整个车辆的回馈 不论是出弯的加速性 也或者是带刹车进弯的感觉 左右翻转 你都可以感受到这台车 它就很像是一台 已经改了半套的比赛车的感觉 你知道我甚至觉得 我的忍者400现在已经改了什么 排气管 Olic 然后车辆上面可能有一个轻量化的电瓶 这些经过这些偷新之后 我觉得好像跟今天原厂RC390 骑起来是非常雷同 所以你就知道这一代的RC390 它不但给你在整体操作部分 更加成熟更加细腻之外 它依然保留过去 KTN给的那种非常直接 非常有乐趣的一个操价感觉 最后他们开出的售价则是32.8万元 然后前300台 它还送你价值1万元的进退挡快板 然后同时还有30期的分寝零利率 好 坦白说我这个价格 如果在这个价位的挡车里面 你会觉得好像偏贵一些 比如说你跟忍者400 现在28.8万元 你跟R3的26.5万元 还有几万元的差价 但是回归到我刚刚讲的 它把一些改装你需要的配备 都直接配给你 43件的倒立式前叉 全可调 然后后面可调的中置避震 然后非常好夹持的油箱 还有弯道ABS TCS 这个都是你知道R3忍者400 没办法改的配件 甚至那个很像是半套比赛车的操控的俐落感觉 所以我觉得32.8万元 其实它等于是给你一台已经改好的比赛车 如果你是一个想要下赛道 然后又不想要改车 又怕麻烦的人 我觉得今天的RC390会是非常好的选择 好 以上就是我们针对今天KTM RC390做的一个介绍 的话记得锁定我们SUPERMOTO8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